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七哥2月25日清晨 在圣马尔达芝加小堂主持弥撒圣祭 他在弥撒中提到两个先民的图像 难民营的孩童饱受饥饿煎熬时 武器制造商却在沙龙举行庆祝会 教宗在讲道中悲痛地为和平 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战争发出呼吁 在面对冲突时 我们处在一种很奇怪的局面 我们习惯边吵架边解决问题 以战争的语言解决问题 首先想到的不是和平的语言 那么后果如何呢 想想难民营中那些挨饿的孩童 你们只想这一点 这是战争的果实 倘若你们愿意 想想那些在宽敞的沙龙 举行庆祝会的武器制造商 他们制造的武器都到了那里 想想难民营中的一个患病挨饿的孩童 想想那些制造武器者的庆祝会和美好生活 教宗问道 我们内心会发生什么事呢 雅各伯宗徒给了我们一个简单的劝言 你们亲近天主 天主必亲近你们 教宗告诫说 战争思维使我们远离天主 战争离我们不远 在我们家中也有 多少家庭被摧毁 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能力找到和平的道路 他们宁愿争吵 宁愿起诉 战争摧毁一个家庭 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 争端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来自你们的私欲吗 内心的私欲 今天我建议你们为和平祈祷 不是为和平这单词祈祷 而是为有能力行动的和平祈祷